我们已经表明这完全是一次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 美方还刻意地渲染炒作 甚至武力袭击是不可接受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想强调的是 对于这种偶发意外事件 双方都应当 特别是美方应当冷静专业非武力的方式妥善处理 美方不顾中方的反复说明 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不要没完没了 升级扩大 中方将是事态的发展 做出必要的反应